请到天涯海角来 这里四季全常在 哎呦 这不是我好大哥吗 今儿挺闲的 喝茶呢 去去去 别捣乱 我这忙着研究政策呢 看看海南自贸港啊 有什么商机 哎 你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啊 什么叫原辅老林关锐啊 哎哎 我说你说话就说话吧 咱们还动手动脚的 别打岔 说正经的 赶紧给讲讲 行行 保税区你知道吧 知道啊 保税区啊 近来的商品都是零关税的 现在的零关税原辅料清单 针对的是全海南岛 就是说在海南封关以前 海南企业进口用于生产自用 或者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加工 或者服务贸易所消耗的原辅料 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进口什么原辅料都行 哎 清单里有的都行了 你看看 刚公布的第一批名单里 有椰子 二甲本 煤炭等169项商品 这么多种原辅料呢 我想象有什么商机 哎 有了 我可以零关税先进口一批原辅料 然后再找下家把它们都卖出去 中间赚准差价 那不行 零关税原辅料不能岛内转让或者出岛 刚才不说了吗 两头在外 你得从国外进口原辅料 加工成商品 再卖到国外去才能免税 卖货挣了一笔 省到的也是赚到啊 那能省多少钱呢 别着急 我给你算算啊 前段时间啊 杨浦一家大型造纸企业 进口了3200多万元的煤炭跟木片 用来加工出口的僵质产品 算下来一共能省400多万元呢 再比如说啊 以海南为主营运基地的航空公司 进口飞机用起落架等零件 用于日常维修 也能免税 2000万元的飞机起落架 能省280多万元呢 这动不动能省个几百万元 它确实挺香 可是这几千万的进货钱咱没有啊 有没有门槛低一点的项目 老弟你莫慌 待我细细想来 哎 说了半天口干舌燥 老板 给我来个椰子 哎 有了 你去买份清补粮去 老弟你看看啊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他们俩 不是初次见面吗 我们呀 从东南亚零关税进口椰子 用椰肉做椰奶 然后再加上配料 做成清补粮 打上包装 卖到国外去 这不就能挣着钱了吗 成本低 技术门槛也不高 这个项目你可一定得带上我啊 必须的 没问题 哎 对了 那您在海南注册公司了吗 哟 老弟您这个提醒非常到位 差点把这茬忘了 不行 商机不等人 我得赶紧先去 你别着急 慢慢吃 慢慢喝 等我信 老板娘 我有事先走 等会我这小老弟买单 你给人打点折 行了 这么着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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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